ASCP-956 The Child Breaker 破铜管 项目等级 Eucaly 都收容措施 ASCP-956在任何时候 都收容于一个大小约为18x18x4公尺的混凝虎房间的中心处 门需上锁 并配有一名武装守卫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进入 研究员员的进入只能在ASCP-956进入休眠状态后才可进行 攜带受试者进入房间的许可 需经过O5的同意 以减少如同 一样的ASCP-956之一的出现 除非是出于测试的原因 否则满足ASCP-956启动条件的人员 不能被带往ASCP-956的收容区域周边200公尺范围内 无论何时 都会通过监视录影对其进行监视 各ASCP-956之一个体被关在隔壁的一个房间 并被收容于设施零下四度的环境内 以防止溶化和毁坏 又何对ASCP-956之一的使用 必须经过至少一名O5成员的允许 并在一个和ASCP-956收容匙一样的房间内进行 除非经过持有四级或以上许可权源源的允许 否则在测试中 因ASCP-956超而产生的ASCP-956之一将被焚化 外来的ASCP-956个体也将同样处理 描述 ASCP-956似乎是一个普通的皮纳塔 类似于一种不明的四组动物的形象 测试已经发现 虽然表面上像是纸糊的 但ASCP-956实际有多种胶 糖 一种未能识别的毛皮 以及人体组织所组成 ASCP-956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任何种类打击的高抗性 经过多次撞击 其结构仍然保持完好 但枪击 热能和火焰都已证实是有效的 一般情况下 ASCP-956保持着一种惰性状态 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移动或智慧的迹象 也没表现出敌意 只要该物品的启动要求一直未满足 该物品将会一直保持静止 请参阅附入956J ASCP-956会在12岁或以下的人类进入它周边 宫时范围时进入启动状态 进入启动区域大约 至 后 该小孩将变得不能活动 保持他们那一刻的姿势 虽然受害者仍然活着 但它将失去表达表情和语言的能力 其快速活动的双眼也证实了受害者仍然保有意识 ASCP-956会往受害者移动并击打它 直到其躯干破裂为止 受害者的身体在破裂时 会排出大堆没有标示的糖果 数量大约在 到 坏 这些糖果的个体被命名为ASCP-956之一 在变回禁止状态前 ASCP-956将对其余被固定的受害者不断重复上述行为 如果及时救援的话 受害者可以被从 ASCP-956的启动区域及时移开 把受害者移动到它 攻除外食 ASCP-956会变回多性状态 然而受害者并不会从无法行动的状态中恢复 似乎只会永远保持这样的状态 对位破裂的受害者的尸检发现 他们的身体严重脱水 相当脆弱 尸检也发现了 ASCP-956之一的碎块 开始从受害者的器官中长出 将其身体组织用作原料 ASCP-956之一的数量 似乎与ASCP-956的启动半径 有直接关联 ASCP-956之一的效应 取决于使用它的人的年龄 12周岁或以上的人类使用 分钟后会进入癫痫状态 有百分之的几率出现心脏走停 这些受试者有着大约百分之 征缓的可能性 动物也会出现类似的影响 不论年龄多少 16周岁或以下的人类使用后 会受到另一种不同的影响 他们首先会进入一个 和那些不能活动的 ASCP-956受害者相似的状态 但他们会呈现一种站立的姿势 双手垂在身前 然后他们的身体会 这过程的完成耗时 分钟 该过程完成后 受害者会转化成另一个 ASCP-956的个体 这些复制体和ASCP-956一模一样 受害者的生还几率是0% 附入956J ASCP-956最近开始在测试以外的时候 进行活动 它开始在受用室的边缘徘徊 查探房间的边缘 徘徊大约一个小时后 它开始盯着墙上的一点 对监视入影的检查发现 在上次实验后 它面对着这面墙 安保人员已经确认 ASCP-956正面对着一间小学 该学校有 公里远 请求重新分歧为Eucaly 或是 准许重新分歧为Eucaly 如果它的影响似乎在受用室外面出现的话 就把它移动到Side 这样应该可以使它离前在的受害者足够远了 回收任何失去活动能力的受害者 互为SCP-956之一 并对目击者和受害者家人 进行A级机搜除 我们周围不需要再出现这种玩意儿 O5G 以上就是SCP-956 简单来说 SCP-956是一个皮纳塔 会在孩童进入附近时启动 启动后 周围的孩童会无法行动 接着 SCP-956会攻击这些孩童 导致它们的躯干破裂 破裂后会出现大量的糖果 SCP-956之一 吃下这些糖果的小孩 会变成SCP-956 这是一个看上去可爱 但实际上很危险的SCP 让本来被小孩打破的皮纳塔 反过来打破小孩 有种又趣味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的SCP有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掰掰